俄羅斯要求烏克蘭南部重要港式馬利波投降遭拒 俄軍自18號起徹底封鎖馬利波 傳出首次動用了TU-22M3轟炸機發動地毯式的轟炸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接受訪問的時候 表示烏克蘭準備好抗戰10年 而另外 澤倫斯基十八號也向歐盟大使 遞交申請加入歐盟的問卷 預計六月可以取得候選國地位 加兩本厚厚的問卷遞交給歐盟駐烏克蘭大使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這是烏克蘭賣出爭取加入歐盟的第一步 歐盟之委會主席馮德蘭4月初親手向澤倫斯基遞交調查問卷 現在烏克蘭已完成這份問卷 歐盟之委會主席馮德蘭4月初親手向澤倫斯基遞交調查問卷 現在烏克蘭已完成這份問卷 歐盟之委會必須針對此案提出建議 烏克蘭希望能在六月歐盟理事會議中取得歐盟候選國地位 至於俄羅斯總統普廷十八號在一場經濟會議上宣稱 俄羅斯今年Q1的金長賬盈餘創歷史新高來到五百八十億美元 聲稱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閃電戰已經失敗 不過俄烏戰爭仍在持續 俄羅斯國防部十八號宣稱空襲烏克蘭西部利沃夫附近的一個後勤中心 並摧毀存放在此的大量外國制武器 他還指出 俄軍當天共摧毀十六座軍事設施 利沃夫市長則出面譴責 俄軍的空襲至少造成七位平民死亡 並稱此為種族滅絕 至於烏東戰火持續升溫 亞素營發出一段反擊俄軍的影片 可以看到亞素營士兵伏擊敵軍 並丟直手榴彈 發文還宣稱馬力波的防守仍持續中 澤蘭斯基在演說中指出 俄軍已經在烏東頓巴斯地區發起全面攻勢 他強調烏軍會繼續在烏東奮勇抗敵 公司新聞這位仁中建剛編譯